花蓮胜地慈慧堂总堂日前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 而今年一旬传统 把所有的普渡物资都捐给全县18个单位 其中花蓮市公所是受证单位之一 市长威佳燕亲自到场颁证感谢状 他也表示这个物资会存放在花蓮食物银行 期盼可以帮助更多的弱势乡亲 每年适逢农历7月18号 花蓮胜地慈慧堂总堂都会举办姚池金姆圣诞 即庆赞中原普渡法会 而今年同样依循传统 将所有普渡物资 包括14500斤的白米及640桌的普渡物资 全数捐赠给全县18个单位 而其中花蓮市公所也是受证单位之一 市长威佳燕除了亲自到场颁证感谢状 也表示这批物资将会存放在爱花蓮食物银行 期盼能帮助到更多的弱势乡亲 要特别谢谢我们的陈美女主委 跟李总干事 每年都有想到花蓮市公所的食物银行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企业呼吁 如果有普渡或者是有一些要捐赠的部分 都可以送到我们的食物银行 或者是跟我们花蓮市公所的社劳客 这边来做一个联系 因为我们这个食物银行的部分 是发放全县13乡镇 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做一个领取的动作 那在此今天还是要特别感谢 我们圣地食物银行每年的爱心 一袋袋物资里头装着面食 调味料罐头沙拉油等多种名声用品 这次捐赠给花蓮市的有80份 以及2500斤的白米 希望透过施工所社福工艺平台 将物资送到实际需要帮助的弱势手中 记者 徐立青 简安箱报导